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7月15日 日前 拉素主席卢迪图在接受《信使报》的采访时 潘吉沙的球队对施路恩·莫比尼的报价时 他表示还没有收到正式报价 拉素主席卢迪图表示 我还没有收到针对施路恩·莫比尼的正式报价 他就像是我的儿子 他不会被出售的 卢迪图还说到 唯一能让我动心的报价 针对施路恩·莫比尼可能是5000万欧元 即使是这个数额 我也不能确定是否会出售 此前 据记者斯基拉的消息 施路恩·莫比尼收到了来自沙地球队的丰厚报价 三年合同 年薪将达到2000万欧元 据悉 艾莎比两年3500万欧元的合同报价 并没有说服施路恩·莫比尼 他对拉素仍然很有感情 感谢您的收听